林志颖2022年7月驾驶电动车发生严重车祸 幸运被路人索就捡回一命 经过近一年的治疗与休息 他的健康状况逐渐恢复 最近,他终于和妻子陈若仪一同出国旅游 意大利米兰度过了一段美好的520情人节 这次旅行中 他们除了在一家法拉利门市巧遇了热情的网友外 更到访知名赛车场,久违穿上赛车服 坐在车内帅气模样曝光 此外,陈若仪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 与西班牙赛车手马克吉恩见面的短片 在这段影片中 马克吉恩亲自驾驶车辆 带领林志颖夫妇俩熟悉赛道 这引起了广泛关注 林志颖对赛车的热爱众所周知 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除了法拉利门市购物外 还造访了知名萌杂赛道这个赛道世界 以及方程式锦标赛的主办场地 对于许多赛车迷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地方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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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